统子一到 一只只螃蟹还活跳跳 但渔火满载 渔民却笑不出来 因为这些是入侵意大利的蓝蟹大军 看到蓝蟹 渔民几乎脸色大变 因为蓝蟹并非气息海底 它们懂得游泳会用蟹脚割破鱼网 还会吃鱼苗 鰻鱼 以及贝类和颗类 威胁当地生态 蓝蟹原本气息在西太平洋 到墨西哥海域 但受到气候暖化影响 落脚意大利 即便政府拨款约新台币1亿元 帮助渔民打击蓝蟹 但早已防不胜防 业者转个弯 想出妙招 切开蓝蟹 看到满满蟹黄和蔬菜一起炖煮 加入意大利面 各大超市和餐馆 开始卖起蓝蟹料理 鼓励大家吃掉这些不速之客 连南韩也羡慕 颜色美丽又时尚 价格便宜的蓝蟹 成为餐桌上的新选择 研发创一切料理 或许能补贴水产经济 也救救当地海洋生态 三立新闻商报道